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這個擴建項目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為它要一封就要封三年 可能我們從尖沙咀走去紅磡的話 可能會帶來一些不方便 當然不好 三年是太久了 當然不好 這裡就變得冷清清了 新西雞非牟利 但起飲食 收租 那些屬於牟利 應該取消 起多些花園 不是牟利 那些屬於牟利 長遠的利益就在這裏 所以它計算了 我覺得星光大道主要都是香港人的回憶 因為有很多香港人都在那裏走過 或者有些明星留下手印 但是我覺得 如果起了商場或者餐廳 其實變相了 可能性質會變了 但是我的工作 這樣子已經很會 也不可以 現在是牟利 常平和我 那裏會有很多行動 因為我條件就要封嚴 很難以忽然